葡萄梅酒 夜光杯 玉饮琵琶 马上催 醉卧沙场 君莫笑 鼓来征战 几人回 君歌音唱大刀环 南跨海峡 收台湾 太平待照 归来日 镇与将军 解战袍 赖清德又向武统台湾献上了大礼 10月10号是歌剧政权中华民国的节日 是吧 建国嘛 是吧 那个内战现在还未结束 对吧 别看这样 大陆呢 对这个事情还是非常的宽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发现啊 在双十节 在福州的街头 有人穿上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招摇过市 但是呢 这玩意儿大陆很宽容 门儿管啊 那位说 这位一定是反贼吧 也没准是在大陆定居的台胞呢 对吧 这也没准这玩意儿 连续教细庆的节目 这次迎来的嘉宾最重磅的 就是刚才的这位图瓦鲁国的总理 那位说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呀 给大伙普及一下地理知识吧 赖清德隆重欢迎的图瓦鲁总理 是这样呢 图瓦鲁陆地的面积有26平方公里 哎呦真大呀 海洋的专属经济区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15英里 漫长的海岸线呢 没有河流 这国家连河流都没有啊 属热带海洋性气候 年均气温29度 陆地的最高点不超过海平面5米 图瓦鲁的首都 是叫做复纳复提 2021年图瓦鲁人口1.1万人 那么你等会吧 那位说1.1万人 还没有我们家住的小区人多呢 对对对 说实在的图瓦鲁的总理这回没有光着上身 带着阴京窍 那就够给赖清德面子的了 对吧 最重磅的外国嘉宾那是 好吧 那边说不对啊 这陈水扁不是贪污犯吗 不是这个现在应该是在监狱里边吧 民进党哪有什么贪污犯呢 对吧 好吧 贪污犯都上了这个补习管理台了 赖清德 向这个武统献上了大礼 中华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我的史密是维护国家生存发展 完结2300万台湾人民 并且坚持国家主权 不容侵犯并吞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根本不存在所谓主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 做什么 都改变不了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 更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 也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谋独挑衅是死路一条 那位说赖清德 现在是什么打算呀 赖清德的打算呢 是要把国民党也给吞命了 那位说 此话怎讲呢 各位 因为赖清德不敢台独嘛 他不敢说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他说中华民国是个独立的国家 这是在台独和统一之间 走上了第三条路 也就是两国论 这两国论 他必须得打着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可是人家国民党的遗产呢 他就打算把这个国民党也给吞命了 把国民党所有的选民也给吞了 是吧 这是花样的变相台独 大伙听明白了吗 这一点 赖清德脸是真不小啊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支持中国 投资中国 以及协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国力的提升 无非就是期待 中国一起为世界带来贡献 对内重视民生 对外维富和平 当前国际紧张情势不断升高 每日皆有无数的无辜人民 死伤于战国中 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能够发挥影响力 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结束恶物战争和中东冲突 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 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 安全与繁荣 做出贡献 这脸是真大 你看了没有 不过呢 也有这个学者看出来了 台湾的学者说 赖清德演说的时候 表情肢体僵硬或担忧 紧张局势升高 他的这个演说明显 这就是一步一步的 台独的加速的试探 这个演说的稿子 据说早已经 这个给了美国政府 已经审议过了 或者说是美国的班底 替赖清德写的这个稿子 让赖清德不停的 一步一步的作死 来这个刺激中国的底线 这个台湾2300万人 那就是一个 托慢中国经济发展的 这么一个过河族死期 对吧 所以说赖清德表情僵硬 他自己也知道 他的演说之后 局势可能会升级 但是没有办法 背后的主子让他怎么说 他就得怎么说 所以台湾的学者说 赖清德 他知道 心里边知道 所以说表情僵硬 好吧 咱们再看看马英九 马英九这一次是 邀请他去官礼 但是他没去 因为马英九也敏锐的意识到了 赖清德民进党 这是要收割国民党了 要把国民党的根基连根挖走 玩两国论 把中华民国也给抢走 不敢台独 把马英九的中华民国抢走 实际上马英九现在是啥也没了 各位热爱中华民国的乡亲父老 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是双十国庆 普天同庆 渤海腾欢 我身为中华民国前总统 本来应该出席 总统府前举行的国庆大典 但是我今天决定不去参加 因为赖清德总统 主张这个新两国论 追求台独路线 严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将把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 带向险境 根据中华民国现行宪法 台湾跟大陆彼此之间 并不是两个国家 而是两个地区 可以相互和平共处 我在总统任内的民国一百零四年 二零一五年 也就跟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先生 在新加坡会面 两岸也签署了二十三个协议 但是赖清德总统现在 却违反宪法 提出新两国论 引发台海紧张 全球严重关切 他已经成为一个 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 A trouble maker 现在国际间已经有许多质疑 赖清德路线的声音 包括美国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批评赖清德挑衅程度 高于蔡英文总统 又有全球知名 总部涉予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 国际非政府组织 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最近发表报告 跟着建议赖清德总统 应该重申依据我国的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来处理两岸关系 避免挑衅的语言 各位朋友你想想看 一个美国的媒体 跟一个欧洲的民间组织 竟然同时批评 赖清德总统 违反他自己本国的宪法 这实在是令人难堪 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 赖清德总统难道不应该 自我检讨赶快改正错误吗 我要在此严重的呼吁 赖清德总统立即冷静下来 悬崖勒马 以全体台湾人民的幸福为念 放弃荒谬违宪的新两国论 不要为了个人错误的意识形态 而让全体台湾人民陷入险境 马英九啊 这是开始醒了 对吧 马英九再无所作为下去的话 国民党就没了 是吧 所以呢 你看我一直这个指点马英九 我说你现在还算是个 这个年富力强的阶段 对吧 你现在写一纸西文 邀请解放军入台脚台独的匪话 那国民党又可以执政台湾了 是不是 马英九 你没几天了你 好吧 美国脸大呀 赖清德脸大 美国的脸更大呀 美国说台湾的这个赖清德的双十讲话 不应该成为中国军事施压的借口 那么说这是谁说的呀 据说是一个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连名字都不敢留 对吧 那位说美国疯了呀 可不是吗 这上上下下 基本上都这玩意儿 你知道吧 脸大不要紧啊 使劲抽两巴掌 那脸就更大了呗 肿了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